5月26日晚,在江西辅州举行的WBA世界拳王争霸赛中,现WBA雨量级世界拳王。 中国拳手徐散在第六回合以技术性击倒的方式战胜日本拳手九宝笋,成功为免WBA世界拳王金腰带。 当天晚上,由世界拳击协会、江西省体育局、辅州市政府共同主办的WBA世界拳王争霸赛在江西辅州市体育馆开展。 馆内坐无许席,近5000名观众在现场一饱也服,观看了比赛。 当晚的比赛共包括两场世界拳王金腰带赛,一场音量级洲际金腰带赛等六场比赛。 其中徐散的世界拳王金腰带未免战最为引人瞩目。 25岁的徐散在今年年初斩获WBA雨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,成为继熊朝中和邹世民之后的中国第三位世界拳王。 作为中国当下唯一的世界职业拳王和WBA世界126磅金腰带拥有者,徐散一出场便受到家乡观众的热烈反响。 来自日本的挑战者九宝笋城市超数量其世界拳王,其身高臂展均稍优于徐散。 本场比赛前,徐散战绩为16胜2负0平,2次KO对手。 九宝笋战绩13胜1负0平,9次KO对手,KO次数远远高于徐散。 此外,九宝笋还是个左撇子,这对徐散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。 而在比赛一开场,酒精沙场的九宝笋不断用刺拳试探,徐散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凌厉攻势, 流畅的组合拳打得得心一手,并将脚步移动迅速的九宝笋带入自己擅长的贴身拼杀节奏中。 整场比赛,徐散的优势非常明显,牢牢掌握了比赛节奏,他报价稳固,移动敏捷,进攻精准。 第五回合,完全控制局面的徐散将九宝笋击倒,抑制顽强的九宝笋重新站了起来。 而在第六回合刚开始,徐散趁势追击,九宝笋毫无招脚之力,裁判立即终止了比赛,并随后宣布徐散以技术性击倒的方式获胜。 此次比赛的胜利,让徐散赢得了自己的首场卫冕战,他成为继雄朝中之后,中国第二位成功卫冕世界职业拳王金腰带的拳手。